警察帮忙开道 紧急送确诊的幼童抵达医院急诊 新竹一名五岁女童 21号下午在家快筛呈阳性 还出现了呕吐跟发高烧的症状 阿公阿嬷很心急要带她去医院 却不知道路要怎么走 心急之下就直接载着小孙女到派出所求救 值班员警也立刻开警车 鸣笛开道 让原本要花20分钟的路程 6分钟就赶到了医院 紧急就医 警车一路鸣笛 一辆黑色轿车紧跟载后 远景一路踩油门直奔抵达医院 随后黑色轿车上 一名神色慌张的夫人下车 抱着女童进入急诊室 原来证明五岁女童在家快筛阳性确诊 21号下午一点多 接点出现高烧心跳加速 以及呕吐症状 阿公阿嬷好不容易问到新竹台大生医 有儿童门诊 但两人都不知道路 决定先开道派出所求助 家属慌张且不知医院正确位置 警方第一时间了解情形后 为避免延误就医 本所立即派员协助开道引导 让原本约20分钟的车程 缩短至6分钟 平安送达医院急诊室就医 丢同紧急需要就医 远景获报当机立断 救命救急优先 帮忙开道引导 让女童及时获救治家属感激万分 丁春山车报道